贵安县地处福建东南沿海 位于泉州湾与梅州湾之间 泉县土地面积671.2平方公里 海域面积1833平方公里 人口93万 是福建省著名桥乡 和台湾汉籍同胞主要主题地之一 贵安族有石雕之乡 建筑之乡 渔业强献之美丽 定义独册的会晤形象文明下而 2008年 全建GDP达311.46亿元 2009年 现役经济基本竞争力 对其全国百全建设第29位 上唐似乎有意义要磨练贵安人 仅环市最近的六十年就可见一斑 六十年前的贵安 全境森林浮盖率只有2% 水土流失面积达70% 有民谣畅道 春夏水旱灾 秋冬风沙海 360天 贵安日白 金融博城里后 贵安全民动员 至山至山时 兴建了以贵女水库为代表的 一大批农业设施 农业生产条件 大批冠 此历史就给贵安开了个 不大批冠 1949年至1976年 不到30年的时间 贵安人口整整增加费 达85.8百人 社会总产值 虽然增长10倍 可人均确实增长3倍 也许苦难 已将欲缩欲愤的秉静 陷入贵安人的补随 贵安人没有被压垮 贵安瞄准工业化 闯出了一条强线赴明之路 1994年 贵安开始起身 重建10强线 在全国县域经济 基本竞争力开行中 贵安更是4年 以悬举的6位 贵安是农业大县 也是农业穷限 到1989年 贵安财政 还不得把上级补助维持 穷和私电 贵安人也在寻找 经济突破方向 贵安石标历史悠久 发展最具优势 1984年 日本客商最先看重贵安石标 第一笔外资随之而来 资金的注入 设备的引进 改变了贵安石标业 做法式的生产模式 此后 合资 合作 嫁接 各种不同形式的投资 使贵安的石标石柴业 蓬勃发展 贵安石标石柴行业的规模 已经有1000多家企业 从业零年大概有 七八万人了 原产率现在达到了将近100个亿 那主要产品还是 出口日本 欧米 东南亚 台湾这些 木壁标课品 以及国内的原人标课 室尿标课这一块 从规模工艺这个方面来说 没有一个地方跟贵安这个标课产业相比 看产值 石标石柴业 已成为惠安工业经济的第一大产业 若看财政贡献 则是汇圈啤酒公司做上汇圈的头把交流 脱胎于私人小酒坊的汇圈啤酒公司 从年产3000吨的车间起步 借1997年改制为福建省第一家规范化股份制公司机遇 实现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大发展 三年间 汇圈的生产规模从改制前的6万吨扩大到25万吨 企业规模位居全国第十二位 人均利税稳居全国第一 1999年 汇圈实现利税3.05亿元 而惠安县当年的财政收入 不过4.75亿元 汇圈在惠安的整个经济发展过程当中 尤其是90年代 它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每年上交的税收 都在我们当地的财政收入50%以上 现在我们现在在20%左右 汇圈的娇人业绩 令惠安上下津津乐道 而惠安县领导却另有一番思考 一线财政过多已重担一几件 绝非上可 惠安县决定 在持续扶持汇圈啤酒做大做强的同时 先方百里统治发展 武力创业 惠安底子薄 基础差 起步晚 但惠安没有盲目冒进 而是静下心来 认真研究 先行地区发展道路 集约发展的必由之路 是工业向园区集中 高标准的工业园区 是实现产业集聚 企业集约节约的好代替 找到了发展规定 惠安如吃假的静心丸 一部以工业园区为主角的历史大戏 在惠安浓墨重彩的上演 从2000年开始 惠安以工业小区建设年为抓手 用了三年的时间 把全县各乡镇村站的工业小区 整合为总面积达45平方公里的 七大县级工业基地 形成惠安经济开发区 惠东工业区两个省级开发区 同时用投入产出率 和用地亡产率两把标识 严格招商选择 把延入园项目质量关 环保关 我们园区呢 目前呢 已经落户了180个项目 产业的集聚效果非常明显 科技呢 现成主导 品牌吸纳的成效明显 再一个呢 就是环境的保护呢 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当目前没有一家的这个 这个污染企业 像皮革啊电动呢 我们从来不引进的 活跃的民间资本 财商资本也心仪惠安 先后创建财商创业基地 绿谷高新技术园区 多元投入 多方经营 真正把汇安的园区大气 推向了高潮 2006年2月 泉州是第一个 财商集中投资区 财商创业基地 在汇安 辅福落利 汇安县政府 引进在西藏创业有成的 民营企业家 郭天法 回乡投资 郭天法 又携手泉州 泉商企业协会 共同招生引识 创建三年 入住企业32家 累计利用财资 1.2亿元 2007年 泉州财资企业协会 直接与 汇安县签订协议 要在汇安建设 福建省第一个 由财商自行投资 自行建设 自行招商 自行管理的 财商专属工业园区 重点发展光电信息 精密机械等 高新技术产业 现代工业园区 从灵魂深处 激活了汇安 文明全国的地瓜县 涌现出一元企业 65家 规模工业 占全部工业 比重达65% 2003年 现财赠突破 10亿元大关 四年之后 又轻松跨过 20亿元大关 汇安三面黄海 千百年来 在汇安人眼里 海与港 就是鱼虾满仓 和亲人回航的代名词 谁也未曾想过 汇安历史上 最绚烂的辉煌 将在这里呈现 抖尾港 中国少有 世界不多的天然两岗 在这里 簇拥着总投资 超百亿的 全州船厂 修造船项目 总投资 9.7亿元的 青南山 30万吨原油码头 及百万立方 油库区 总投资8.5亿元的 外部斗马来 维持项目 总投资270亿元的 贵安电厂 和总投资 277亿元的 中化炼化项目 这些项目 每一个都可圈可点 修船项目 将最终建成 我国最大的修船厂 造船项目 是全国唯一一个 纳对国家规划的 地方造船项目 两屋六博的生产格局 将最终形成 年造船18艘 265万再公吨的 造船目标 由30万原油码头 和12.7公里的 海底输油管道 组成的输油体系 轻轻松松的 就能把来自 中东的原油 卸载油轮 送进厂区 仅这一点 就足以向海内外 工航 羡慕不意 外走马带 围承工程 新造土地 5.15万物 从根本上解决了 走维港口经济 未来发展空间 不足的问题 因此 中华集团 结束新增 早早就将 500万吨 重油列铁项目 定制在这里 最近 又决定 在此基础上 上马 1200万吨 电油项目 今天的海港 对惠岸而言 已经建成了 大项目的代言词 以灵港工业的 兴起为标志 惠岸 记住大项目时代 涅槃之后的惠岸 如今正以 调大 调高 调优 调少 为武力方向 以打造一批 产值超百亿 超十亿的 骨干企业 和一批 税收超亿 超千万 重人企业为重点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转型升级 继承在 三至五年内 形成以科医 万华为龙头的 产值上百亿的 新型轻工材料集群 以泉州修造船 百元船舶机械等 为龙头产值 上两百亿的 船舶机电材料集群 以中化重油 深加工项目为龙头 产值上五百亿的 石油化工产业集群 以绿谷高新技术园区 为龙头 产值上五百亿的 光电信息产业集群 带动产业 向价值链高增延伸 成为全州先进制造业 机器的核心地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计计划为龙头市中的 教党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